来到了2017年电影圈续集电影真的超热闹的 光在今年上半年有14部的续集电影 要吸引大家的目光 打头阵的是蜜拉乔拉维奇的《恶灵古堡》系列推最终章 而紧接着在4月份的时候 大家要看了冯迪索 巨师强森主演的《玩命关头8》 还有《变形金刚舞》也预计6月份的时候会上映 平均一个月会有两部续集电影 205号系列 打不死的爱丽丝又回来了 这回不只要对抗活施大军 还要跟保护伞公司一次做个了结 米拉乔娃维奇亲自跟台湾观众打招呼 揭开2017电影续集年的序幕 包括X战警金刚狼这一次以罗根为名 也是修杰克曼最后一次演金刚狼 还有《逢低所》的《玩命关头8》 先前也有拍摄花絮破光 《星机翼宫队2》也要冲出江湖 2017年光上半年至少就有14部续集电影 平均一个月就有两部 还有爱马华森主演的《美女与野兽》 粉丝期待度也超高 变形金刚狼 你必须离这里的 这个城堡是活动的 虚集电影轮流接力上映 其实好莱坞电影平均每两年 就会有一个虚集年 替麦做电影拍虚集 用好口碑拉拢 死中粉丝回流 TVBS新闻 陈志宇神剑听不懂